欢迎收看,我是顶贵族,欢迎收看昆明新闻 为例的国家区的操纳地区有丰富的主任警官主管 因应的策略后,如有的人所来进购 昆明官政府有着提醒如有的评级 推动公开地区如尚减者能做计划并且来基盘所并会 中的协助如尚减者来新极固大红木两个提设施 每个人抑制保障50% 上级官保障300万 希望借到在地的经典以及地区 适比家庭也有营充 能够来提醒如尚减者参业的竞争力 举数业的一个营造计划说明会 已经结束后,是越来越多人想要出门设计 本人管政府有着来提醒国家地区越大 民主的品质因此在这天基盘国家地区越少 亚营造计划明会 我们提升我们整个草岭的这些旅宿业者 我们民宿那些的商圈商店家 那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有一个提升 让旅客来到这边可以有回流率 这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们经过这一次的一个说明会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可以让我们的草岭越来越好 希望提升我们经过高庆胸的观光的量能 增加我们旅宿业者的品质 所以我们在华山的咖啡大道 经过整个的改装以后 它其实非常有吸引力有竞争力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成功的案例 拿来到我们经过的草岭 我们希望说 不论是它的卫生设备 来面所有卫生设备 设备和外观 统统可以套过一个专业的团队 我们本院管政府来给它们补助 那可以吸引更多人 来到我们草岭地区 住宿来这里旅游 如果有议员来参加这些卫生设备 必须要注意自己是否有合法定期 并且没前有一个营业 而且一定要是在高庆胸 如果是乎合就可以来申请 管府上官可以補助到300万 以及補助行目包含 整体外观改造 公共区域改善整个月 便所繁星 房间争修 无障的环境争修 包含他们建筑外观的一个改善 内部包含门厅 柜台以及周遭的这些 公共区域的一个整体改善 旅客进到我们的一个住房的 一个房间空间的一个 重新的再造等等 我们希望藉由这五大项目的 来跟业者来对等的一个补助 能够来提升我们整个 山区的一个履宿的一个品质 那这个计划的话 我们预计投入每家提出的业者 是个合法登记 最高能够申请的金额就是300万 那是以相对等的方式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执行 希望透过这个阶段 可以去英国各自的UK 来到高兴出尽当地观光发展 现在答 case哪 就是彩虹报道